杭州亚运已落幕 难道新一乡就有三位选手 南瓜一锦二银的好成绩 对此先议员全文财就在会中 针对留住体育选手 以及体育选手相关福利问题 在会中提出意见 并希望教育处应该要多加重视 因为我们的奖金的部分 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的优秀选手 户籍都签到外宣室 如何以后留住我们优秀的选手 在我们县内 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 政府对我们 选手的平时的训练 营养经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诱惑 就是给他们一些奖励 然后在这几点上 最后重要一点 就是我们明年一月的时候 要成立一个运动发展科 那这个科的成立 它的原有 还有它的方向 它以后的主要的目标是如何 原乡地区很早有签递 针对原乡地区民宿合法化相关问题 在107年的时候 其他县市就有相关办法来替原乡解套 对此 县议员石庆龙就在会中提出看法 并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应该重视原乡的权益 原乡部落的这个民宿的合法化的问题 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们这个 有些民宿啊 这个 因为当原村民的部落很少有建地 合法的建地 一般空气民 新的官 把作业要点 定出来 目前来讲 大概有八个县市啊 原乡部落的这个民宿 其实都存在有这样的一个困扰 而且困难 一般空气民 其他官司就都 有这个方法 所以 是怎么把这个官司 都会阻挡 那我们南投官 政府就不去阻挡呢 在本日会中 议员们针对如何留住 优秀选手 以及原乡部落民宿合法化相关问题 在会中提出许多意见 并希望县府相关单位应多加重视 尽速改善 记者邱平易南都县议会采访报导 请订阅